大家好 我是真一杰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現貨以及7月起始今天出現了一段上衝下襲的區間震盪盤 中廠現貨下跌了21點 7月起始則下跌了16點 我們先來複習一下整個7月起始今天的當衝走勢圖 今天整個7月起始其實行情並沒有很大 我們首先看到今天的當衝區間只有52點的一個區間 52點喔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今天幾個關鍵的轉折點 首先我們來看到今天開盤價 開盤是開低 開在10221 那最高價10245 在9點14分的時候出現 最低價殺到了10193 在9點57分的時候出現 而低點過後的次高點啊 這裡叫做10228 叫做10點40分 各位請仔細注意這四個點喔 這四個點位跟我們今天的操作很有關係 而且這四個點 我敢講一件事情 今天收完盤之後 只要在今天 你沒有賺到錢的投資朋友 不管你是觀望沒操作 或者是自己操作賠錢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在收完盤 你的心裡面一定有一個想法 什麼想法 我們來看一下 當今天開盤開在10221的時候 收完盤 你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今天開盤啊 早知道啊 我就掛10245給他放空 並且同時掛10193給他做多 然後呢 這個空單殺下來之後 補掉之外 10193的多單 來到了10228 多單給他獲利了結 像這樣子的一個早知道的情緒啊 我說每天都發生在投資朋友身上 早知道今天在哪裡 我就去放空 早知道今天在哪裡 我就去做多 各位 問題是當你講這一種話 或有這一種想法的時候 行情往往已經來到了這裡 它叫1.45分 那麼重點是在這個世界上 到底有沒有可能真的在一開盤的時候 就知道這裡可以空 就知道這裡可以多呢 到底有這個方法嗎 我告訴你 你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它不可能發生 這個世界上無其不有 很多人呢 你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這個世界上它沒有 對不對 所以說在今天我就要來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可能早知道 那麼我也要大聲的告訴你 其實你真的可以早知道 就像今天這個盤 很多人做到收盤之後 來到了這裡 才會說早知道怎麼做 早知道怎麼做 那都不會忘記啊 那都不會忘記啊 而且收完盤 我說過了很多人以為 所有的輸贏啊 在收完盤 已經分出成敗了 但是我講過 其實如果你能夠早知道的話 這每一天旗子的當衝呢 在一開盤就已經分出勝負了 為什麼 我說每天旗子的當衝啊 其實不是收完盤才知道 是在一開盤 這個勝敗就已經出來了 怎麼說呢 所有的人都知道 如果能夠在一開盤 知道轉折的話 那麼你就會是今天的贏家 那麼如果在今天的一開盤 你沒有辦法知道這個轉折點的話 你今天很有可能自己亂做輸掉 所以說其實每一天的當衝啊 得一個勝敗啊 其實不是在收完盤 誰能夠在一開盤知道轉折點 誰就能夠成為贏家 但是問題是 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能做到 很不好意思 眼前的這一位亞洲騎王 就能幫助你做到 老師你不要吹牛呢 你真的能做到嗎 我能不能做到並不是我嘴巴講講 我必須要把實際的證據拿給各位看 首先請你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做法 在今天8點45分的時候 這個是8點45分35秒 請你看一下我們的轉折特工隊 各位這個顧名思義啊 轉折特工隊就是針對轉折來操作的一個群組 轉折特工隊在今天8點45分35秒的時候 他們收到這通訊息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們 事先預掛 10240 定價做空 至少兩口大台 你看到這句話沒有 我說轉折特工隊的做法 都是預掛單 而且是在8點45分一開盤就事先預掛 今天如果你向我的轉折特工隊 再一開盤就給他事先預掛10240等著要放空的話 我想問你一件事情 你今天空在10240的話 你能不能賺到這一趟 這100%一定的嘛 這個空下來沒多久 他就殺到10193了 9點14分到9點57分 這中間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說為什麼你真的能夠早知道 因為其實曾老師的轉折特工隊 就是要做到讓你早知道 就像今天轉折特工隊會員 8點45分35秒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時間 讓親愛的投資朋友看一下 8點45分35秒 你只要參加了我的轉折特工隊 你只要是我的轉折特工隊的會員 在今天8點45分35秒收到訊息之後 你馬上毫不考慮 就去給他掛單 你就告訴你的音樂員 麻煩把我掛10240 我要等著放空 而且給我空兩口大台 你可以這樣做 8點45分35秒 你就去掛10240等著放空 9點14分 出現了今天的最高點10245 穿架成交 這個這一筆單 你看得到 而且做得到 而且贏得到 好 今天的高點 我們在10240 如同你測表所看到的 我請我們的轉折特工隊去放空 那老師 那你又請會員在哪裡做多 來 不要緊張 請你接著往下看 這個是叫8點45分57秒 你眼睛也增大一點 又是轉折特工隊 轉折特工隊 在收到訊息之後 給他事先預掛 10201 定價做多 至少兩口大台 我說這個白紙籃字 都是在8點45分發的 包含這一筆單 兩筆單我們一起來看 第一筆單10240等著放空 8點45分 第二筆單8點45分 事先預掛10201等著做多 各位 我想問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是我的轉折特工隊會員的話 你是不是在這個8點45分開盤沒多久的時候 你就掛10240等著要放空 你是不是就是掛10201等著要做多 這裡放空 殺下來 這裡要做多 請問空單是不是要補掉 沒有錯吧 來 我們來看一下 9點57分 出現了今天的最低點10193 再度穿價成交 我們事先預掛10201做多 那這空單當然要補掉 你才能做多嘛 所以10240的空單來到10201給他出掉 是不是就跌了78點 沒錯吧 那10201的多單進場 又是兩口大台 高出低進點 當然勝利嘛 我講過了嘛 贏家的秘訣就是買在低點空在高點 如果你能真的空在高點 你真的能買在低點 我請問你 你怎麼可能不會贏 你會輸錢的原因就是因為高低點 你三個沒有 你勝不準 你抓不準 你抓不準 你抓不到 所以你只有用右 你聽我的意思嗎 猜的結果你自己很清楚 到底是賺錢還賠錢 你自己最清楚 你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比這個空單空下來之後 跌了78點做多 好 繼續往下看喔 來到了關鍵的10點40分 哇這裡精彩了 10點40分轉折特工隊 如果有在10201做多者 我建議他們短線10226附近試駕出場 各位為什麼要讓你看這個10點40 請你來核對一下今天的次高點 是不是在10點40發生的 我說今天收完盤 很多人都說早知道這裡空下來 然後做多上去 這裡打完收工 全市場 曾老師做到了 全市場曾老師做到了 我真的很好奇 還有沒有其他的老師 能像曾老師這麼厲害 我真的很好奇 來我們來算一下總賬 10點40分喔 來各位10點40分在這裡喔 10228 來 轉折特工隊若有在10201做多者來 建議短線10226附近試駕出場 我說每一天的旗子啊 你想要做得好 你的轉折一定要抓得好 轉折抓得好 你的當沖自然沒煩惱 轉折抓得好 當沖自然沒煩惱 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動作 轉折特工隊今天做兩筆對兩筆 10240放空 殺下來10201出掉 跌78點 10201做多來到10226試駕出場 漲50點 兩段交易加總 竟然高達了128點 請仔細看喔 這128點你再比上一下今天行情 也才52點 我們透過兩口單 讓今天52點的行情 變成了128點的區間 你要跟誰做 各位 我相信你絕對 不是很相信我們今天的操作 可是事實就擺在眼前 再看一遍 這都是屬性啦 會員可以做見證啦 你只要是轉折特工隊 我說過了我電視上講的一定是有會員這樣做 我不會拿什麼假抠訊 那個很多人在抹黑我 我懶得跟他計較 如果說要告來告去的話 我還要浪費我的時間 我懶得跟他計較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轉折特工隊 來各位 導播照進這裡就好 這個叫8點45分 對就是這樣 你事先給他預掛10240等著放空 8點45分喔 這裡是會空到 然後殺下來喔 你會在哪裡出掉 來不要猜8點45分 事先預掛10201定價做多 我說當一個投顧老師在代單啊 你就是要很清楚的點位給這個怎樣投資朋友 你懂我意思嗎 不是隨便自己在那邊亂想 一定要有明確的點位 明確的一個這樣證據 電視上你才能告訴大家你今天怎麼做 那也只有這樣做才能證明 你真的能夠帶投資朋友賺錢嗎 所以我每天為什麼要修我們的實戰 因為我要證明我是真的有能力 來帶領你操作 並且讓你享受到行情 就像今天這結果128點 當然這個電視節目 我們還是要強調一下投資金魚 避免誤導不特定人 曾英傑要做個嚴正聲明 本節目內容是操板模組分析節目 我們不招攬不廣告 投資朋友自行評估判斷 節目中所有操板模組分析 僅止分析指數漲跌點數 並非論述操作績效點數 齊全操作報酬風險並存 無法保證確可獲利 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 我講過很多次齁 其實親愛投資朋友 你在這個市場裡面 如果經常的受傷賠錢的話 你要去檢討為什麼會受傷賠錢 其實我也幫你歸納出受傷賠錢的原因 來你看一下為什麼會虧損 投資朋友你今天也好過去也好 為什麼會虧損 你虧損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其實虧損的原因只有這三種 第一個叫多空雙八 就像今天這個行情 很多人衝上去以為要上去的做多 殺下來以為要殺下去的放空 尤其是這種多空雙八的錯誤 是針對使用紅買綠麥軟體的最容易發生 我們來看一下紅買綠麥喔 今天導播拉近開在221 開在221衝上去之後 紅買綠麥絕對在這裡翻多 剛好買在高點 殺下來之後不對了 紅買綠麥發現不對了 殺下來之後在這個低檔地區去放空 所以你使用的工具錯誤 你就很容易怎樣多空雙八 尤其是喜歡用紅買綠麥的 今天絕對多空雙八 然後追高殺低也是紅買綠麥 有可能讓你造成的結果 那最後你都停損了 那所以說你會發現喔 這些虧損的原因都是因為你的進場點不對 你看你的進場點不對 你怎麼會賺錢 今天不是不能做多啊 但是你在245做多你怎麼贏啊 今天不是不能放空啊 但是你在193放空你怎麼贏啊 所以你想來想去不是多空的問題 而是你切入的點位的問題你看喔 像今天做空如果你做在這裡 跟做在這裡這命運是不是剛好相反 在這裡做空的人爽的要死 在這裡做空的人輸的要死 那在這裡咧 你跑去做多的人當然是很痛 但是在這裡做多的人 你能夠享受到這一段 所以說這個點位是不是決定了你的結果 很現實的一個問題嗎 所以我常講會賠錢的原因都是因為進場點不對 所以贏家的秘訣他永遠是買在低點空在高點 答案每個人都知道 可是很多人卻做不到 因為你不像曾老師 你沒有方法事先知道高低點 你看曾老師今天的操作 這真的不是曾老師要臭皮 這真的東西吃不了 來你來看一下來8點45分 就是這一句話 事先給他掛240放空 8點45分事先給他掛201等著做多 今天的結果128點 殺下來78 漲上去50 128點 那當然我知道你不相信嘛 那現在重點來了 今天是禮拜五嘛對不對 下個禮拜一又要開盤了 請你告訴我你禮拜一要怎麼做 老師我不知道呢 好很好 你不知道對不對 你不知道沒關係 今天我給你一個surprise 6月26號下個禮拜一怎麼做 老師我知道要在高點空 老師我知道要在低點多 但是我不曉得高點在哪 低點在哪 沒關係 你不曉得最好 我就是知道你不曉得 所以今天有一個四代專案 歡迎驗證 老師你電視講的那個到底真的還假的 沒關係嘛 我們來驗證嘛 驗證最準了嘛 今天這一集節目喔 來各位所有看到的觀眾朋友 所有看到這一集節目的觀眾朋友 你只要來電 下個禮拜一 高點到底在哪裡要放空 低一點到底要在哪裡做多 我們有一個四代專案 所有觀眾朋友 你看到這一集節目 你想要知道下個禮拜一 這是下個禮拜一喔 6月26號下個禮拜一這怎麼做 我們有個四代專案歡迎驗證 想要驗證的不要客氣 我們不限名額 因為那個高點跟低點一開盤 我們就會抓好了 想要驗證的 你想要跟我們聯繫的 留意中場資訊 我們這一邊稍作休息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謝謝各位 倒著噴也OK喔 五噴都發肥喔 流光我草本驅聞系列 轉折特工隊轉折特工隊 轉折抓得好 操作沒煩惱 現在開放 一季只需要28800 輕鬆擁有價 轉折特工隊輕鬆擁有價 一季只需28800 買在高點空在低點 絕對不是白日夢 轉折只要抓得好 你的棋子當充操作自然就沒煩惱 迎戰棋子當充 當然要選擇棋王貞老師 速播迎戰專線 02-2578-3777 02-2578-3777 轉折特工隊輕鬆擁有價 一季只需28800 轉折抓得好 操作自然就沒煩惱 歡迎洽詢服務人員 謝謝大家 請成功 英家的秘訣買在當日低點 空在當日高點 你知道但你卻做不到 期望曾老師超過20年齊全實戰經驗 幫助您抓轉折 旗子當充轉折特工隊 一季28800 掌握轉折不癮也難 立即來電搶得先機 02-2579-3777 7-8-3777 0-2-25-78-3777 齐王团队期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 1.每日一定出手 2.试价进出一定成交 3.停损停利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快横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判 机不可施 横 顺势加码 推升获益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货 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 请播02-2578-3777 2578-3777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觉得棋子好做还难做 我经常听到有很多投资朋友跟曾老师说 棋子真的好难做 好难赢 好难赚 好难赚 各位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情 那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棋子难做 它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会告诉曾老师棋子难做 其实原因只有两个 第一个叫洗盘 第二个叫片线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行情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假的 会出现洗盘跟片线 搞的投资朋友多空扑朔迷离 我没有讲中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对吧 那这样的原因啊 我讲过了 你要怎么去摆多这个片线 还有洗盘 很简单一件事情 你把它做对就好了 如果有一种方法 能够让你在一开盘8点46分 就去知道当天的高点跟低点 而不是等一点45才知道 你能不能成为赢家 就像今天这盘 摆明了它就是在洗盘在片线 片很大洗很大 冲上去杀下来冲上去杀下来 各位上冲下洗 畅冲下洗 洗盘片线在今天是不是很厉害 可是重点来咯 如果你能知道高点跟低点 你管它洗盘 你懂我意思吗 你把这个点抓到了 你把这个点抓到了 它中间的洗盘管你屁事啊 譬如说像今天来导播再拉近 你今天一开盘 你就给它挂高高的等着放空 挂240等着放空 它洗盘关你什么事啊 它洗盘关你什么事啊 你已经空在240空在这里了 洗盘关你什么事啊 再来 第一点 这8点46分再看一遍 越看越爽 越看越爽 挂240放空 再来挂201做多 我找问一下 今天在201做多了 它怎么洗盘关你屁事啊 所以现在关键在哪里 你觉得难做就是因为洗盘跟片线嘛 可是如何去破解洗盘跟片线 你找到高点找到低点 洗盘跟片线都伤不到你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你做不到 所以你才需要我嘛 你看像今天哦 这个201做多啊 这个240放空啊 240放空 201出掉78点 201做多来到的这个 这个怎么样 226出掉 今天涨跌多少 128点 那同样的逻辑哦 今天是6月23号 你看昨天哦 昨天在洗盘对不对 上冲下写上冲下写 怎么样做到早知道 来 导播再照进 一样在8点45分 这个真的吓死人 这不是我在吹牛的 事先预挂216放空 这里最高227 放空之后洗盘管你屁事啊 你空在216啊 洗盘根本与你无关 伤不到你 你空下来最低在174啊 昨天的低点174啊 你174的时候 各位 你一开盘来拉近 你179等着做多 事先预挂179等着做多 这个洗盘关你什么事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昨天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结果178点 你看216放空 来来核对一下 216放空 杀到了179给他出掉 74点179 然后179做多 来到231出掉 涨104 179做多 来到231给他出掉 涨多少 104 昨天178点 到底能不能真的抓到 高点转折跟低点转折 我告诉你 你做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他不会发生 你做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但是我做得到啊 世界上就是这样啊 要不然我请问你 你为什么会输掉 你输掉钱跑到哪里 当然是像我们这种专业的 怎样操盘团队赚走了吗 一定是这样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在这里 我知道很多人 你还是不太相信 曾老师有这种功力 那都没关系 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 怎么证明 我们现在问你嘛 下个礼拜一你要怎么做吗 这个就没办法造假了吧 高点到了你在哪里放空 低点到底在哪里做多 这个下个礼拜一到底要怎么做吗 下个礼拜一怎么做 我就要问你 你的高点要在哪里放空 你的低点要在哪里做多 请你回答我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只有一种方法来证实嘛 我们有一个世代专案 你有没有看到 世代专案 这四个字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懂中文 世代专案 欢迎验证 有没有 你想要验证真假 真的还假的 老师 你真的买在低点 空在高点 你真的还假的 没关系 下个礼拜一怎么做 我们来告诉你 这一集节目会重播 所有看到这一集节目的观众朋友 我们不要限制名额 所有人都可以来验证 你只要通过中场的资讯 你看到联系我们的方式 跟我们做个洽询 都可以享受这个世代专案 世代专案欢迎验证 而且我更欢迎各位 看一下我测标上 Light at Light at 你把它加入之后 有没有看到 家好友带你做 我们这个世代专案 就是这个用意 家好友带你做 你再看一下 Light at 我再附送一遍 好久没讲了 你的Light 去搜寻ID 小老鼠 OPTION188 Option贏800 Option贏800 小老鼠 OPTION188 或者是拿你的手机出来 扫描 QR Code 家好友带你做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家好友 真的不会用的话 也没关系 中场的资讯 你把它好好利用 礼拜一我要带你做 我要带你在高点放空 我要带你在低点做多 世代专案欢迎验证 真惊不怕火炼 全国的观众朋友 看到这一集节目 透过中场资讯 下个礼拜一 曾老师等你 曾老师带你在市场上 成为赢家 善家把握利用中场资讯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见 谢谢各位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